大家好我是一粒 歡迎收看一粒泰 我們今天要來吃飯 為什麼要吃飯 因為我們找了四款的微波白飯 為什麼要吃微波白飯 因為你常常一個人的時候 不知道要不要煮飯 這個時候你就去超商買個白飯 你就可以配上你的配菜 但是超商的微波白飯到底哪一款好吃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盲測看看 我們今天準備了四位選手 第一位媽媽煮優質白飯 這是在全家買的 它價格是15塊 然後它是放在冷藏的 它的內容量是170克 它只能放四天 二號選手是7米的預料小館 價格是18塊 然後它的容量也是170克 同樣的它也是需要冷藏 只能放四天 再來三號選手 它看起來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它滿滿的日魂 感覺是一個外國人來著 它非常的暢秋 上面寫冷藏不要 常溫的話你可以放13個月 容量是180克 價格50塊 你以為它已經夠暢秋了對不對 沒有 這一款更秋了 四號選手是南喬的玉米飯 它是在高級的百貨公司超市樓下買的 它寫不需冷藏 美味熟飯 無菌化 分量是200公克 價格是史上最貴55塊 我覺得它包裝看起來 讓我覺得它應該是最好吃的 那你覺得裡面最難吃的應該是 這樣子我覺得以後這些乾爹不會找我耶 但是它這個看起來好像就比較樸一點 所以就個人觀感 今天我們要用盲測的方式來吃這些飯 然後從中會有第五款 我煮的 嘿嘿嘿 幫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五號選手 就是這個我從家裡幹來的米 那這個我媽說一斤十塊錢 所以這邊應該是只有幾塊而已啦 很便宜 所以今天會有五款 然後你要用盲測的方式吃吃看喔 好 好囉 好囉 吃飯囉 小寶貝吃飯囉 哇靠 哇靠 我現在這樣看的話啊 2號跟5號 它上面有一些那個米的黑黑的梗 看起來比較不好看 我覺得4號感覺很好吃 3號感覺也不錯 1號的話 它的米看起來偏強 我覺得最好吃的目前看起來應該是4號 雖然雞看起來是2號 我先從編號1開始吃 為什麼聞起來有點黏土的味道 我覺得它吃起來已經偏像要變稀飯耶 米看起來是粒粒分明沒錯 但是吃進去的話 它其實蠻快就融合在一起了 我個人喜歡吃的是粒粒分明的白飯 但它這個是有點過軟 味道上面的話 它必須要配東西 因為有些好吃的白飯 尤其是日本的飯的話 其實我覺得單吃就已經有那種米香了 這款還好 我猜1是 南橋玉米飯好了 第二款賣相看起來不是很優 因為它有一些米的梗看得到 妳會講笑話喔 對啊 它很有梗耶 其實它雖然看起來很醜 但是它是屬於光吃白飯 我可以吃得下去的飯 而且它是有Q度的 然後不會到很硬 算是妳可以吃得到粒粒分明的口感 QQ感然後吃起來會有一個飯的香 先猜妳最後有一次機會可以跟動 日本品 我覺得每次這種盲測 我自從上次那個巧克力牛奶來喝 我就發現這個Kevin 我應該會全部都猜錯 我煮的妳應該會熟吧 妳說硬老鼠飯嗎 對啊 為什麼這聞起來有白煮蛋的味道 不要看到白飯它真的 聞起來味道都不一樣 這是不是家裡的飯 為什麼 其實還有點熟悉的味道 它米吃下去了以後在嘴巴裡 它會比較黏耶 這樣可能是屬於會比較黏稠的 可能也是需要配蓮蓉西吃 它就是適合做醬糊的飯 蛤 它黏度很夠 做白膠用 對 有黏度的那種 就是有時候你不是找不到黏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拿白飯下去勾嗎 這一款滿適合的 這樣我覺得好像已經煮走 沒有 我猜是令老鼠飯 第四款跟第三款的話 其實是最看起來晶瑩剔透的 但是看起來最好吃的是第四款 很難吃嗎 目前它咬下去的時候有一個 唯一的怪味 有點放很久的味道 你吃到那個飯 攪到最後它會在舌頭上面 會有一個乾乾酸酸的感覺 然後就它口感來說的話也是偏濃 你猜是哪一根呢 一切都是我個人看看隨便猜的 我這跟品牌意識無關 有這邊就是品牌意識 我沒有品牌意識 我沒有 好但是我覺得我猜這個是猜7-7的 想到不好吃你就連想到7-7的 不不是不是這樣你不要給我挖洞跳 第五款 第五款聞起來是一個正常的飯 這款看起來是賣相稍微沒那麼好的 因為你還是可以些微看到它那些黑黑的梗的顏色 飯的顆粒的話是偏短的 好乾 這感覺好像微波微太久 那算是第三款或第四款的綜合體吧 但是沒有第三款的年性那麼重 然後它也會有一點點微微的 讓我分泌一些口中的口水酸味 但是也沒有第四款那麼重 它是一個沒有個性的白飯 Q勁也是有的 不會到很難吃 只是後面的後勁的味道是我不喜歡吃的飯 選家媽媽主意好了 那現在你就再重新排列一下最終答案 然後在你覺得是它的前面放下它 我就用這張代表 這張是你家前面有加拍的照片 我吃不出來什麼是什麼啊 但我現在想要改一下 因為我覺得好像進口過來又放很久 感覺好像會有一點微妙的放很久的味道 1號選手我決定給全家日本飯了 2號選手呢 它其實粒粒分明吃起來蠻好吃的 但是它就是它外觀有點不是很好看 2號的話我覺得是南橋玉米飯 3號會是硬朗酥飯 不知道直覺 4號有個詭異的味道 5號的話就是OK中庸可以吃這樣 好所以你現在感覺貴的一定是比較好吃 然後便宜的是難吃的對不對 我這5款裡面我最喜歡的是2號 最不喜歡的是4號 因為4號會有一個酸酸的味道我沒有很喜歡 對它酸酸的味道不是說它壞掉的 就是口中會分泌一個我不喜歡的味道 2號因為它粒粒分明然後飯吃起來是會有點香香的味道 所以那個吃的話就算我沒有配其他東西吃 我還是可以至少把那個飯吃的蠻多口的 好那我要來公佈今天的答案了 好 很強耶 從頭到尾就說就是你煮的就是你煮的 這味道很近啊 好 所以基本上我兩個錯兩個相反過來 我蠻強的耶 你的第一名反而是裡面最便宜的飯 第二名好吃的竟然是媽媽煮 然後你覺得 你這什麼第二名這是第一名 第一名你覺得最好吃沒有第二名啊 我這是第一名 好有時候 你覺得最難吃的是裡面最貴的 我沒有到最難吃啦 我覺得白飯就是都可以吃 沒有到最難吃 就只是它會有一個味道我不是很喜歡 一個人口感 一個人口感 我裡面我覺得吃起來不錯的 竟然是媽媽煮一優質白飯是裡面最便宜的 然後是全家的 我蠻喜歡吃粒粒分明的白飯 然後它吃起來會有一個香香的味道 所以個人覺得吃起來算是還不錯啊 第二名的話是令郎酥飯 那味道蠻明顯的 就是家常的飯 我覺得微波飯跟一般現煮的白飯 還是有些微的猜疑是現煮的白飯真的會比較黏稠 第三名的話應該是Seven的 乾爹你不要討厭我 我覺得Seven就是因為你非常的好入手 沒有太大的記憶度 但是你會覺得說它就是一個你日常必需品這樣 這一個預料小管的白飯就是這樣 它就是一碗飯 沒有任何的形容它就是一碗飯 然後再來第四名日本飯 你剛吃下去那一口 你會覺得它飯蠻Q的耶 但是你嚼一嚼了以後 你把裡面的味道嚼出來 你就會覺得多了一個 你覺得飯不應該出現的味道 但也不是說很化學或怎樣 它就是一個我需要吃點配料 然後把那個味道壓下去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南橋玉米飯 它的話也是剛開始嚼的時候 你就覺得它是一個人算Q 然後有一點黏度的飯 但是你把飯吞下去了以後 會有一個微酸 然後微乾的感覺在你的舌頭上 然後另一個感覺是會持續蠻久 你後面真的要塞還蠻多 有味道的配菜 才可以把那個味道壓掉 我原本預估我全部都猜錯 但我現在只是兩款交換而已 讚 我的總結是 我很滿意我今天的表現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其實 貴的東西不見得是好吃的東西 那你自己打自己 但我覺得除非你有一些需求 像是說家裡沒辦法冰 或者是你需要長期儲存飯的狀況下 例如說出差出國 甚至是台風避難等等的話 你才會需要買到這樣子的常溫白飯 因為他們可以放了至少一年 剩下的時候如果你一般想吃飯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去這種自助餐買飯以外 你就是直接全家便利商店買的 這種十幾塊的白飯就已經可以吃了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還是要選擇這種愛心白飯 你在裝是不是 這是你們女生的伎倆 不要我不知道 那我用 歲月 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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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